今天剛剛從台北回來 然後去鴻海集團的某一家子公司 他們都在做線上教材 那我們在討論說 網路行銷的教材裡面 我們要涵蓋哪些元素 然後我們在聊天的過程中 講到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好感度的問題 什麼叫好感度的問題 因為如果你要講專業 比你專業的人一定有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譬如說你今天在賣保險好了 那你光是台灣在賣保險的人 就幾十萬人在賣保險的 那你要怎麼跟那些人競爭 第一個當然是 也許是朋友介紹 朋友介紹這個牽涉到信任度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就是 他喜不喜歡你這個人 喜不喜歡你這個人是 這個是非常直接的問題 就是我喜歡你我就 才能夠付錢給你嘛 不喜歡你這個人 我怎麼可能想要付錢給你 我寧可別人歸一點 我也跟別人買啊對不對 然後 在好感度之前 你必須要有信任度 在信任度之前 你必須要有專業度 我講的是 在網站上做網路行銷的狀態下 因為在現實生活裡面 假設我喜歡你這個人 那專業你可以慢慢培養 沒關係 我可以接受 可是在網站上 畢竟大家都不認識 所以 你要取信於別人的第一個要素是 你網站上 畢竟要呈現出你的專業 譬如說我今天是在賣 我今天是在賣減肥 減肥的 減肥茶好了 那 我必須去講 人體的很多 構造 行程 那 肥胖的原因等等之類的 如果你沒有這些資訊給人家 那 你就直接賣這個東西 這樣很 我覺得很不專業 好像你就是 你拿個東西 就想要賺你人家的錢嘛 對不對 然後 如果你今天專業度塑造出來的時候 那陌生的訪客 才會繼續 持續的去關注你的 更新 網站的更新 或者是 臉書的更新 或者是 其他社群平台的更新 那 逐漸培養了信任度之後 你要帶給人家 你跟別人的不一樣的形象是什麼 人家對你有沒有好感度 如果你的專業已經受到肯定了 那 因為我剛剛講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他也許比較到別人也很專業 可是 也許你們在賣相同的東西 可是他就是比較喜歡你 他自然就會跟你買 所以 在網站上怎麼去呈現這個 這個 好感度呢 我覺得 很難 很難 但是 有幾個技巧 第一個技巧 就是 你要有熱忱 熱忱 你沒有面對面 怎麼知道有沒有熱忱 有啊 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從問題的QA 譬如說 大陸人 我聽說 在淘寶上面 跟大陸人買東西 然後 他們都非常的熱忱 怎麼熱忱法呢 就是 你在買東西之前 一定會詢問問題 如果那個東西 價格有點高的話 你 一定會詢問一下問題 這個問題怎麼解決啊 然後 問完之後呢 大陸人其實 他們都會非常熱 熱情的回答你 非常熱心的回答你 可是他們 買完之後呢 可能就不理你了 這是我聽到的 然後台灣人呢 台灣人是 比較好 台灣人就是 你買完之後 他還會服務你這樣 這樣 台灣人在售後的服務 是做的比大陸人好很多的 那如果你是一個 你是一個在網路上 做行銷的人 那你當然是 售錢售後服務都要好啊 對不對 售錢好 售後服務也好 那你售後服務做得好 你就會有口碑嘛 那你售錢的服務做得好 人家就會想要跟你買嘛 其實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啊 那在網站上 你就可以透過這種 線上QA的方式啊 去做好這個熱情的銷售 這樣就可以產生好感度